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江南亚N与阿鸣频道 今日继续和大家分享刘克孙的演艺生平 今集将会由1964年开始讲下刘克孙拍摄过的电影 1964年迫血金猜第三集大结果 海底龙淫剑上集神学金英匹力金剪下集打龙袍七彩神火棒感受天堂通天师傅武当飞逢上集 海底龙淫剑下集 武当飞逢下集 碧血金猜大结果 半碧江山一美人 共同胜中 盛剑锋风云上集 熊心太子 这已是1965年 麗良尋夫妓,恩怡难忘,精生瓜,炎黄岭 圣剑风云下集,神雕女俠,特慕黑之珠 1966年只拍过一套,就是《春色满船公》 然后196768年也没有作品 1969年拍过一套叫做《IQ小子》 然后70、71、72、73都没有拍过电影,开始退休 1974年拍过一套《女魔》 1975年拍过两套电影 就是《乌龙财阿巴》和《阿牛出玉己》 然后1978年拍过一套《法财卖扁》 然后1979年没有拍,1980年拍了一套《藏道正》 然后81年拍了一套《鬼域》 另外一套《打着英雄传》《公子娇》《摩登保镖》 1982年拍过《野狼帮》《沙鱼烧买》《超皮女学生》《白彩林马真》《街人有约》 以及《八十二家房侧》《八十二家房侧》 然后提防《小兽》 然后1983年拍过四套电影 《风生水起》《小生造反》《武牙僵尸》和《A计划》 1983年拍过三套电影 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麗的电视》拍过的电视剧 总共拍了三套电视剧 第一套是1979年的《新变色龙》 然后是1980年《人在江湖》 然后是1980年的《宅雨中的阳光》 然后跳槽到《无线电视》 在《无线电视》拍过几套电视剧 分别是1980年的《执岛堡》 1981年的《流氓皇帝》 1981年的《四归情》 《无相抱》《红眼》 然后是1982年《天龙八宝》 他裏面是《丁春秋》 也是1982年《爱情安科》 然后是1983年的《天江财神》 拍摄《天江财神》的时候 拍到中途就因为中风 然后心脏病发就进了医院 不久就在医院病逝了 另外他也执导过几套电影 在1950年他执导过《六道何鲜菇》 1955年就执导过《七粮金业谷》 1956年就执导过《花乐断长桥》 1960年就执导过《孝祖救伤亲》 好,跟大家分享 《刘克酸》的《戏剧生平》 《演艺生平》 分享到这里 也全部分享完畢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然后就请你留言,点赞,分享 也都希望大家 有其他朋友都喜欢《刘克酸》 希望你分享这条片 就给他看 好,如果未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也都希望你们多多订阅我们的RN与阿Lan频道 我们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另一个《粤剧名宁》的《演艺生平》 好,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